隨著2020年大選日的林緊 包括面書、推特和谷歌在內的社媒公司的總裁 再次在參議院作證 承諾會保證對各自平台上內容管理的透明度 同時確保來自國內和國外的虛假信息 不干擾今年的大選 星期三的聽證會聚焦了在社交媒體平台 對內容的管控 可能對今年的大選所產生的影響上 參議員是詢問了三家社交媒體公司的總裁 將會如何保證他們在各自平台上的管理行為 能夠受到公眾的監管 面書總裁澤克伯格說 他同意推特總裁多西所說的 在內容管理程序裡增添透明度 是構建信任和責任的重要一步 在面書他們每季都會發布一份透明度的報告 這包括了20個類別的有害內容 比如是恐怖主義、兒童剝削、煽動暴力、色情視頻 他說在過去幾年他們已經封殺了上百個 試圖傳播虛假信息 並干擾大選的網絡 他們當中很多都是來自俄羅斯、伊朗、 來自中國的數量都是不斷上升 共和黨人認為社交媒體平台有意限制保守派言論的 傳播是自由派的傳聲筒 他們舉例了最近推特和面書對紐約郵報一篇報道的審查措施 這篇真實性還未被證實的報道 暗指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拜登和他的兒子 在烏克蘭利用拜登的副總統身份為自己謀私利 社媒總裁拒絕接受這項指控 並指自己的公司一直保證在政治傾向上的中立 谷歌總裁皮查伊說 在他們的團隊裡有自由派的、有共和黨的、有自由論者等等 他們已經承諾會與雙方的重要政治團體進行廣泛協商來實施他們的政策 作為總裁 他承諾會不但任何政治偏見地營運這間公司 民主黨人就指責這些科技公司 是以言論自由為理由 不對平台上發布的謠言和虛假信息進行管控 放任這些言論在網絡上不斷擴散 他們說 在新冠疫情和總統大選的背景下 包括總統特朗普在內的一些頗具影響力的帳號 在社交媒體平台上不時發表有關疫情 和選舉造假的未經核實的信息 推特總裁多謝辯解說 推特對於干擾選舉的虛假信息已經有一套防範的管理措施 他們對三個類別的虛假信息制定了政策 首先是受操縱的媒體 然後是公共健康 特別是與新冠病毒有關的 第三是公民公正 比如選舉干擾和選民壓制 過去15年以來 社交媒體早已從互聯網的一個特殊角落 演變為美國公共領域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 這些社交媒體公司的行為 可能對公眾的討論產生影響 而近年來他們更加不斷受到來自國會的質詢 守護香港 守護十四億中國人獲得真實資訊的權利 幹 Shelley 既 sentiments 楊貴